老人因病离世 抚恤金引爆多年疾怨 二十多年都没登过门的人 我通知他干啥呀 他就想要我那笔钱 庭审现场 当事人针锋相对 我奶奶去世以前的这笔费用 应该算在抚恤金上 他公子根本就不够 事理说法 法官温情调节估值矛盾 姑娘亲 辈辈亲 死了姑娘连着亲 走上法庭的亲情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刚刚画面中出现的两个人是一对亲姑子 因为一场官司 本就淡漠的姑子关系濒临破裂 庭审调节的时候 原被告的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侄子就说呢 这笔钱本来是我爸和我估分 我爸没了 那就我和我估分 然后我跟姑姑说 如果你跟他之间诉讼到法院之后 通过法院去判决 可能你们的关系会更加不好修复 他就说我不在乎那个 正式开庭前 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反复沟通 想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姑子二人针锋相对的态度 让法官的调解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我没想到就因为这么点钱的事 你拒绝调解 你们两个是亲姑和亲侄 血缘关系是没法扯断的 东北有句俗语 说是姑娘亲 辈辈亲 死了姑娘连着筋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一对亲姑侄在老人去世后 因为抚恤金对簿公堂 庭审现场法官巧妙化解姑侄双方矛盾 暖心的调解 让这场庭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 还一度登上热搜 血脉相连的亲姑侄 为什么会因为一笔抚恤金走上法庭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岳 去了解一场因抚恤金引发的庭审 吉林长春 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城市 山环水绕 卧野千里 在这里工作的基层法官们 也应客着城市赋予他们的独特气质 我都愿意到现场去看一看 双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儿 能让他们矛盾发生成这样 听听邻居的意见 哪怕总在他身边修鞋的了 或者是崩包米花的了 他总在那儿 他都能从他们的眼光当中 去看他们之间到底因为啥 2021年3月16日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一庭 正在审理一起 姑姑状告侄子的诉讼 这是本案的原告姑姑赵英 年过六旬的她要起诉的 正是哥哥留下的唯一血脉 侄子赵小强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现在宣告开庭 2020年10月底 原告赵英的母亲 也就是赵小强的奶奶 因病去世 享年94岁 老人过世后 生前的工作单位 要给家属发放一笔抚恤金 这个抚恤金里边 包括了伤账费 14242元 抚恤金是 4748块零两毛 总和是55990块钱 赵英觉得 母亲生前一直由自己照顾 抚恤金应该归自己所有 按照规定 领取抚恤金需要死者 直系亲属一同签字 因为哥哥在几年前去世 只能由哥哥的儿子来签字 于是赵英找到侄子赵小强 想让他给自己签授权委托书 但是赵小强却不肯签字 几次沟通无果后 赵英把赵小强告上了法庭 他在庭审现场提出两个诉讼请求 第一 母亲过世后的抚恤金归自己所有 第二 本案涉及的诉讼费由侄子赵小强承担 从老人退休到离世30余年都是原告一人陪伴 老人因病离世被告以亲孙子的名义 被告二十余年几乎没有登过门 就想拿老人的负学金 赵小强说自己并非不愿意尽孝心 而是姑姑什么都不跟自己说 甚至在奶奶病危抢救的四个小时里 姑姑都没有给自己打一个电话或发一条消息 病危期间你到医院去看过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奶奶病危 就是说你奶奶去世他没告诉你 没告诉我 你奶奶去世之后葬礼你参加吗 在葬礼参加上的 他提前打电话 但是他不让我兄弟看过奶奶 也没告诉我房间号 后来他儿子就是应该跟他走带我去 他们所有的事情都不通知我 你奶奶葬礼你都支付什么钱了 我没支付钱 我只是买了花圈然后烧月纸 他提前都办完了 我觉得是所有的钱都已经交完了 对这件事赵英觉得自己做的没错 因为母亲是晚上发病的 抢救也都是在晚上 他认为很少跟自己联系的侄子 就算通知了也不会来 二十多年都没登过满地人 我通知他干啥呀 您没有考虑他作为这个职系亲属 作为孙子 他有权利知道老人病重吗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那您通知他们吗 我为啥没通知他们 因为通知他也不会来 通知也白扯 知道吗 一块糖都没给老人满地人 我通知你有啥用啊 在庭审现场 赵小强承认在照顾老人方面 确实是姑姑付出的比较多 自己也不是非要抚恤金 而是奶奶生前工作单位认定 他和姑姑对这笔钱 有同等继承权 那么自己作为奶奶唯一的孙子 就要争取一下 这个钱我没说要要 而是老人单位 没有我同意 没有我批准 不允许取这笔钱 他其实扶养老人的义务 他应该占多数 很有一亿 我可以占少部分 一少部分 但是你一少部分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亲情就已经没有了 通过采访我们得知 赵英的母亲生前仅有两个子女 除了赵英还有他的哥哥赵宏 而赵小强又是赵宏的独生子 2018年 赵小强的父亲因肝癌病逝 也就是说 侄子赵小强 是哥哥赵宏留下的唯一血脉 也是老人唯一的孙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赵英觉得 在老母亲生命垂危的时刻 不需要通知老人唯一的孙子 来见最后一面呢 这还得从上一辈的矛盾说起 我是1959 他应该比我大十多岁吧 我哥哥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吧 在铁路里的 我是在医院工作 据赵英回忆 年轻的哥哥在铁路上班 自己则和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做护士 因为他与母亲既是母女又是同事 关系更为亲近 我跟我妈关系特别好 因为母子联系 我妈对我也特别好 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医院的 而且就是说我们专业是一样的 所以说一提医院的事情 我妈也认识 我也认识 所以娘俩聊得比较好 由于年龄差 赵英在哥哥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 都跟父母一起生活 那时候他跟父母住在楼里 而哥哥赵红一家 则住在楼下的平房 我哥那个住在我家后院 我妈盖的房子平房 可能是性格和年龄的差异 导致赵英跟哥哥并不亲近 这种生疏的兄妹关系 在哥哥赵红婚后愈发明显 赵英觉得哥哥有了自己的小家后 更关注小家 上一辈人的关系 直接影响了下一辈人的相处 在赵小强的印象中 姑姑赵英和自己一家的关系 一直不太好 赵小强说 不仅是父母跟姑姑关系不好 连带着自己也不被姑姑喜欢 他甚至从来没有弄清楚过 自己和姑姑的关系 提到小时候与姑姑的相处 以及姑姑对自己的态度 如今已经快40岁的赵小强 依旧记忆犹新 在他的记忆里 小时候去给爷爷奶奶拜年 总是做不了多长时间 赵小强说 后来再去拜年 姑姑会直接把他拦在门口 然后给他一笔压碎钱 打发他离开 这深深地刺痛了 赵小强年幼的自尊心 我来 我不是为了要你钱的 你让我进去打一会 直接给我钱 让我走 这么一个门都不让我进 十多岁 十多岁 对于十几岁的赵小强来说 他能隐约感受到 姑姑对自己的不喜欢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 然而在赵英看来 孩子就是父母的翻版 哥哥嫂子对自己的态度 一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侄子 他就说 我嫂子成天在家里管三管四 然后骂我 骂我妈 骂我爸 孩子在他那儿能教育好吗 姑姑出示材料 侄子接连质疑 她就想要我那笔钱 我都问你不清楚 你买木 是买给谁 法官语言犀利 句句直戳人心 他们看着是感谢你呢 还是恨你呢 走上法庭的亲情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赵英与哥哥嫂子之间的摩擦 很多都是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 但这些小事 有时候也暗藏着影响关系的大危机 1995年赵英的父亲突发脑出血 被紧急送医 情况异常凶险 就是我爸那时候 28天在试院抢救的时候 就那么危急的时候 都没来过 我是多希望 哪怕就是替我半天 我都感觉到无可不可了 真的 那滋味 护理一个老人 你知道多艰辛呢 据赵英所说 父亲从住院到离世 都是他一个人忙前忙后 哥哥赵红一家完全指望不上 这也让赵英对哥哥嫂子彻底失望 父亲过世后 赵英就搬到母亲那里 与母亲共同居住 顺便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 你父母生前跟谁在一起生活 跟我 一直在一起住是从什么时间开始 我爸去世以后 我就搬到我妈那里 我俩就在一起住 针对原告赵英说的这一点 法官在庭审过程中 也向被告进行了核实 原告说95年你爷爷去世之后 他就搬过去跟奶奶共同居住生活 这事对不对 对 搬过去后 赵英就离哥哥家更近了 但双方的关系却没有因为空间距离的缩短 而变得亲近 母亲依旧是赵英一个人在照顾 赵小强表示 相较于姑姑赵英 自己父母确实没有完全照顾到爷爷奶奶 但事出有因 那段时间自己家的生活也很艰难 赵小强的父亲赵宏当时四十出头 上有老下有小 意外失去工作 似乎击垮了这个中年人 他不仅没有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还染上了酗酒的恶血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赵小强家的糟心事一件接着一件 父亲下岗失业的事情还没解决 母亲又突遭意外 在我八岁那年 正好是赶上车祸 把腰撞了 是几年都无法下床 到四十个队的时候 他就病退了 家里条件确实很艰苦 2012年赵小强家 本就过得捉襟见肘的日子 再次雪上加霜 父亲赵宏突发脑梗 虽然保住了性命 却留下了后遗症 行动不便 赵宏此时并不知道 老母亲的身体也出现了一样 那你母亲从09年患病期间 得肝癌期间都谁在那护理了 就我自己 你母亲得肝癌 其他病症这个事 你哥哥和被告他们知道过 不知道 为什么没让他们知道 他们也不去 我也没看他们去过 按照你姑姑原告的说法 你奶奶09年就已经也得肝癌了 那么你奶奶得病这段时间 就你父亲和你对你奶奶 尽过什么义务没有 我们去看了 但是我奶奶没有肝癌 这话什么都很健康 这个看你奶奶 这个时间你能记录吗 应该是你11过节的时候 刚才被告说 他在老人活着的时候 一年总去那么几次 给老人买点东西 这事对不对 我妈没跟我说过 时间匆匆而过 2018年 赵小强的父亲赵宏 被确诊为肝癌 赵宏弥留之际 未了的心愿 就是再看一眼自己的老母亲 然而这一愿望 没能实现 他说要看我奶奶 然后打电话 我说能不能见一眼 我奶奶说 你老公不让你见呢 不让我去见 不让我下楼 我说敲门 你说你老公不让开呀 怕有什么人 我说不让 后来之后 我就去那屋 我拿了手机视频 让我奶奶 跟我爸见句后颖 其实看到这 我们不难发现 固执双方矛盾的根源 并不是抚恤金 而是两辈人多年来 积累下来的恩怨 姑姑赵英 因为跟哥哥嫂子 关系不好 所以对侄子 也有些意见 她觉得哥哥一家 在母亲生前 没有照顾过老人 没资格分这笔抚恤金 侄子赵小强 觉得姑姑一直在阻止 他们一家亲近奶奶 甚至在父亲 弥留之际 都不让奶奶 过来见最后一面 现在父亲过世了 奶奶的抚恤金 本就该姑姑和自己分 自己要代位 继承父亲的权利 那么在接下来的庭审中 估值双方 又会从哪些方面 针锋相对呢 原告赵英首先出示了一份 试听资料 视频内容是赵英母亲 过世前录制的 在视频中老人表示 如果自己过世 希望能把抚恤金 给女儿赵英 被告赵小强 没有质疑视频的真实性 但他仍然认为 自己有权分抚恤金 我觉得抚恤金 还是死亡之后 抚恤家人的 老人他虽然是说 希望这个抚恤金得谁 但是他应该是按道理 按法律来分配的 紧接着 赵英拿出一份 丧葬费清单列表 包括医疗 住院 核酸检测 丧葬服等费用 总计10325.1元 但对于这部分费用 赵小强同样质疑 赵小强觉得 奶奶的遗产足够负担 生前的花费 抚恤金不应该用在这上面 赵英却说 母亲的退休金 连支付日常护理都不够 有时还得把自己的工资 打进去 她工资根本都破滑 我妈说2009年的时候 就发现我肝癌 肝脏用药的话 一个月1350块钱 还不算她打的胸健碳 你想说的就是 你母亲有退休金 对 她的退休金 在她的日常的治病医疗和生活上 根本就不足 根本都不够花 她是2000 你母亲一月退休金多少钱 2085块4 除了丧葬费包含的内容 赵小强对丧葬费数额也有质疑 他说奶奶出病当天 自己就在现场 她觉得从现场的布置来看 不应该花这么多钱 那你认为原告支付的上当费 应该是在多少钱 我认为她支付的费用 应该在5000到8000左右 除非那天我去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这对算我自己的车 只有三台车 人只有拔的人 其余啥也没有 这两个人都非常的冷漠 互相没有任何的交流 只是在陈述这个案件的事实 以及自己的这个诉讼的要求 或者是答辩的请求 接下来 赵英出示了一张购买墓地的发票 发票上显示 购买墓地的费用 一共是53800元 这几乎是老人过世后 抚恤金加丧葬费的总额 首先我认为 他这个日期有疑 他这个发票的时间是1月份 之前的时候 他给我的押金时间 是11月末12月份的时候 赵小强说 自己曾经从姑姑那里 看到我一张购墓票据 但那张跟法庭上出示的这张不一样 两张票据的落款时间不同 现在这个他提供的票据上是1月份 签合同的时候是1月份 不可能我不交钱 我就跟你签合同 对此赵英给出自己的解释 她说自己当时先交了定金 对方给开了定金发票 后来又交了尾款 才给开了法庭上出示的这张发票 我们先付的是首付 我们付完首付以后 然后再交的尾款 这发票就是那时候开的 因为你不首付的话 人家就不知道买不买 你先交类似于定金 对 先把这个地方定下来 对 然后再交全款 把这事全合交款之后 才开的发票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人家把那个就收回去了 最后赵小强又对购木时间 提出疑问 老人过世时间是2020年10月底 而赵英买木时间是2021年1月 赵小强觉得 姑姑只是以买木的名义开发票 然后独占抚恤金 他根本就没结果我同意 他就想要我那笔钱 而且他买木 我根本就不清楚 你买木是买给谁 是你名字买的 你买完之后你给谁 你给谁 人家说这木以后是不是能卖你 是不是为了就是为了要我的 要我的笔钱 你猜得啥呢 随后法官王月 让原告当庭宣读 购木协议上木地的具体位置 但赵小强又觉得 买木是姑姑自己的行为 应该用姑姑那份钱 不应该不跟自己商量 就用自己的那份 我问过律师 律师说买木是原告 他自愿自己的行为 不是我奶奶的行为 因为他自己的钱的话 他可以怎么分费 怎么支费的话都可以 买木地是他自己自愿的 给你奶奶看病 超出你奶奶工资之外 花销的那些钱 那也都是他自愿的 估值互不相让 法官暖心调解 姑娘亲 辈辈亲 死了姑娘连着筋 老人生前意愿 能否作为法律依据 可能也会参考 这个死者他生前的意愿 但死者生前的这个意愿 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 走上法庭的亲情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原告赵英的母亲 在过世前留下了一段视频影像 说自己过世后的抚恤金 要留给女儿赵英 被告赵小强觉得 抚恤金是老人过世后 抚恤家人的 不能按照老人的意愿分配 那么在法律上 逝者在生前对自己过世后 抚恤金的分配是否有效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首先我们要明确了 这个抚恤金它的这个法律性质 那根据我们相关的规定 抚恤金它不是遗产 因为遗产是死者生前个人的财产 抚恤金是一般 逝者所工作的单位 对于逝者的近亲署 他所发放的一种 优待 救济 优腐 所以他往往具有 社会保险的性质 所以他刚刚说 他的发放对象也是严格限定的 目前根据咱们的相关的规定 这个里面就只有配偶和执席亲属 这种情况下 死者他不能够以遗嘱的方式 提前来安排 我们这个抚恤金的发放 当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也会参考 这个死者他生前的意愿 但死者生前的意愿 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抚恤金的发放 主要是参考 近亲属本身跟死者之间 这种抚恤关系 像咱们这个案子里面 能够参与抚恤金分配的 就是本案争议的两个当事人 一个是死者的女儿 第二个是死者的孙子 所以就是固执之间 形成这样一个争议 他们应该说都是有资格参与 抚恤金的分配的当事人 根据咱们的相关政策 抚恤金的分配主要要参考 这个我们说近亲属的 这个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 收入状况 有无独立的这个劳动收入来源 以及这个跟死者生前的 这样一种供养抚恤关系 这是这个我们发放 抚恤金的一个主要的参考因素 看来抚恤金跟遗产不同 也不能简单地作为遗产来继承 只有靠死者抚恤的群体 才有资格领取抚恤金 那么赵英和赵小强 作为死者的女儿和孙子 抚恤金究竟应该怎么分配 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你们两个你想没想过 是亲姑和亲侄儿 姑姑跟侄子之间的血缘关系 是没法扯断的 东北有句俗语 说是姑娘亲 辈辈亲 死了姑娘连着金 姑娘 她说你姑是不是 也是娘亲那一代 在法官王月的劝说下 姑侄双方曾一度表示愿意调解 但就在法院调解方案出来前 被告赵小强突然反悔了 我可以全部统议让法院判我 法院不勉强调解 宿不休庭 休庭之后 法官并没有让姑侄二人直接离开 而是继续给他们做调解工作 反复以亲情关系去沟通 我就跟姑姑说 我说你父母在 父母是娘家 父母没了 哥哥是娘家 现在哥哥也没了 就剩你侄儿一个了 然后他在 他好 他就是你娘家人 如果他没有了 他不在 你把他都扔出去了 你还有娘家吗 从原告赵英的种种表现来看 法官王月觉得 他是一个十分注重亲情的人 就打算以此为切入点 再劝说一番 我说你要是作为姑姑的话 你应当让孩子 让他跟你应当是最亲近的 你父母在天之灵看着才能高兴啊 我说那现在你把他们 把你的侄子都推得远远的 走不上法庭了 我说他们看着是感谢你呢 还是恨你呢 在劝说被告赵小强时 王月则选择从另一个方面入手 赵小强父母和姑姑那一辈的矛盾 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一时半会不会轻易化解 但赵小强跟表兄弟之间 没有任何矛盾 我说你想想 你姑没了 你的表兄啊表弟啊 他们还在呢 如果说你跟你姑之间 感情缓和了 那么你跟你表弟和表兄之间的 感情还传承着呀 他在做双方当事人工作的时候 就每一方都会觉得 他说得非常在情在理 层层低近 寻寻善幼 去找到当事人心里面 最脆弱的那一点 最终经庭外调解 姑子二人终于达成一致 侄子赵小强自愿放弃诉讼请求 抚恤金 丧葬费 合计55,990.2元 归原告赵英所有 案件受理费600元 由原告赵英自愿承担 来的时候 我看孩子跟姑姑 一句话都没说 走的时候 孩子跟姑姑说 那老姑呢我走了 完了他姑姑也说 那行你开车注意点 说话了 至少双方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面对骨佑至亲间的口角之争 矛盾冲突 要充分运用司法柔情 做到消除亲人借地 修复骨佑亲情 固执双方因为抚恤金产生的纠纷告一段落 我们希望这次庭审真的像王岳法官期待的那样 成为他们破冰的基础 两家人能慢慢地开始走动 毕竟血缘是一种很奇妙的关联 与生俱来割不断 当然我们也能从本案中看到基层法官审理 家事案件的日常 案件也许并不复杂 但当事人矛盾很深 所以法官审理时不仅要给出判决 更重要的是具有司法柔性 帮助双方当事人调解矛盾 让法律更有温度 我感谢收看今天的节日说法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